王一博九周年纪念,曝光新头盔自拍,更多神秘照片即将来袭。 王一博已经出道九年,时光飞逝,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成熟长大。 之前我们看到了他自拍的头盔照,那时他的眼睛清晰可见。 在那张照片中,王一博戴着头盔的护目镜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神。 但这次,他再次分享了一张自白天拍摄的头盔照,由于阳光的反射,我们并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。 王一博虽然年纪轻轻,但他的思维方式却独树一致,颇有一番与众不同的魅力。 他让人们深刻体验到什么叫做粉随正主。 不随波逐流,他的每一步都展现出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,这正是他所具备的独特吸引力。 我们可以看出王一博的创意与独到的审美。 他不仅仅是娱乐圈中的一名艺人,更是站在娱乐业的巅峰之上。 我们都非常期待他未来会分享更多的精彩瞬间,希望他能一次性分享更多的照片给粉丝们。 9年的时间,对于很多人来说,可能只是生命中的一个短暂阶段。 但对于一个年轻人,在这9年中,每一天,每一刻都可能发生转变,影响他的一生。 每一次的选择,每一次的挫折和成功,都像是一块块砖石,堆砌成他人生的大厦。 这个年轻人,他可能曾遭遇过挫败,经历过误解和孤独,但他从未放弃。 每一次的困难都使他更加坚韧,每一次的成功都使他更加自信。 他在人生的旅途中,见识了各种人和事,体验了各种情感。 他学会了怎样在风雨中坚持,怎样在困境中挺身而出,怎样在黑暗中找寻光明。 这9年的经历,不仅仅是对他的一次磨练,更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 因为这段时光教会了他,真正的成长不仅仅是年纪的增长,更是在人生的旅途中,学会怎样面对自己,怎样面对这个世界。 这位镜头下的少年,已经经历了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,每一步,每一天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在这9年里,他在大家的关注下,经历了无数的高潮与低谷,每一次的成功与挑战都为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 他的每一个微笑,每一个泪水,都在这9年里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。 虽然他是如此的受欢迎,有那么多的粉丝追随,但王一博始终保持着他那低调腼腆的性格。 他或许不会大张旗鼓地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,因为他更倾向于用实际行动来回应大家的期待和关心。 他的低调不是出于羞涩,而是他的真实性格,他更注重内在的修炼和成长,而非外在的炫耀。 王一博的成长,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,也是所有关注他,支持他的人的荣耀。 我们期待着他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,也祝愿他在演艺之路上越走越高,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自己。 王一博的人生轨迹与普通人有着明显的不同。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他是在天天向上这个节目的舞台上,但实际上,他早在2014年就随着UNIQ这个音乐组合出道。 然而,命运对于这个有潜力爆红的团体并不十分眷顾,韩国政府的宪韩令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阻碍,最终导致了团体的名存实亡。 上天似乎对于那些值得保护的人都会安排一些挫折和考验,以锻炼他们的意志和毅力。 王一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成功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。 这个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坚韧和决心,还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的机会和努力。 从那时起,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发展道路,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的巅峰。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,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困难,只要坚持不懈,就有可能战胜一切,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王一博的坚韧和毅力是他成功的关键,也是他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明星的原因之一。 金星的话语总是直言不讳,而他关于王一博的评论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。 虽然王一博在加入《天天向上》之前就已经出道,但这个节目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,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并爱上了他。 这个平台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,还为他打开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。 王一博对于长沙的情感也是深厚的,这里不仅是他艺术生涯的摇篮,更是他成长、历练的地方。 在热烈的露眼中,他深情地提到长沙,表示这里对他的培养和帮助,对于不能参与露眼的遗憾,他也深感抱歉,向粉丝表达了诚挚的歉意。 王一博的真实和谦逊让人们更加喜欢他,他的努力和才华也让人们为之赞叹。 无论是天天向上这样的节目平台,还是他与长沙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,都是他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。 确实,王一博在娱乐圈的风头已经颇为一时,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,始终保持那份踏实与稳重。 他的每一次成功背后都有着无数的汗水与努力,这份努力与坚持是公众所看到的,也是他取得如今成果的基石。 在娱乐圈中,很容易被名利所迷,但王一博始终没有被这些外在的因素所左右,他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和原则,始终对待工作和生活都有着严格的要求。 这种坚韧和坚持,正是他取得今天成功的原因。 关于王一博的宣发整理,那真的是一份宝贵的资料。 他记录了王一博从出道到现在的所有经历,每一次的起起落落,每一次的笑语类,都被完美地记录下来。 这不仅是王一博个人的成长历程,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 就像一个详尽的回顾,这份宣发为我们细致地呈现出王一博在这九年里所经历的每一刻。 从他刚出道时的稚嫩模样,到现在已经成为娱乐圈中的大明星,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电影,王一博不仅有出色的音乐天赋,他在荧幕上的表现也同样令人瞩目。 电视剧,他的演技不断精进,塑造了各种深入人心的角色。 个人单曲,每一首歌都是他对音乐的热情和诚挚的情感的展现。 综艺,在轻松愉快的节目中,我们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,他的幽默,智慧和真诚。 经典舞台,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他艺术追求的体现。 时尚杂志,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和歌手,更是一个风格独特的时尚偶像。 工艺,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做善事,传递正能量。 九宫格自拍,这是他与粉丝互动的一种方式,展示了他日常的一面。 最后,首尾呼应的部分,我们都懂,这是为了构建整体的完整性。 总结王一博这九年的成长和变化,只能说他真的非常努力, 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实至名归的。 这九周年的纪念,不仅仅是对他过去的一个回顾,更是对他未来的期待。 王一博在娱乐圈的成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 十部电视剧,十部电影,这样的数字对于许多演员来说都是非常不易的。 而他的杂志拍摄更是频繁,几乎成为了时尚圈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。 在音乐方面,他的个人单曲和红歌的数量都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成果。 当然天天向上和《这就是街舞》为王一博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, 这两个节目中的他展现了更多元的自己, 无论是幽默风趣的一面,还是专业严肃的一面, 都让观众看到了他的魅力。 值得称赞的是,王一博并没有被这些光环所迷惑, 他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专注和热情。 他选择的作品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, 每一部都是稳健的前行, 不为短暂的炒作, 而是真心为了艺术和观众。 这样的王一博, 无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。 希望他在未来的日子里, 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。 王一博的《出道九周年》不仅反映了他在娱乐圈的持久魅力, 而且也展示了他与粉丝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。 每次他分享的头盔自拍都让人感到亲切, 仿佛他在向大家展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一面。 看来, 他的库存照片并不止我们所见的, 这预示着未来我们还能期待更多王一博的真实瞬间。